朋友们好,我们还是从乌克兰聊起 我们当然还是要从战场聊起 战场呢,我们还是聊巴赫木特 每天都关注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现在我关注就是乌克兰的那些部队 尤其是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他们往前推进的一些视频,昨天我给朋友们分享了 那一期视频吧 还有,从其他的视频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现在乌克兰在这种小规模进攻的时候 它主要的这个套路是什么呢? 就是一辆坦克带一辆装甲车 当然装甲车里面是合枪试弹的 差不多一个班的士兵吧 然后呢,他们就冲击敌人的这个战壕 然后,在距离差不多十来米的地方 然后用炮轰 近距离的轰,可能就把敌人的掩体 他放在上面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给炸差不多了 然后,装甲车上面 也有一种大口径的机枪 枪榴弹吧 又是又炸又扫的 就是清理一阵 清泄一阵火力 然后呢,就派步兵过去搜索 基本上就是很快就把敌人的阵地给攻了下来 有些时候,敌人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坦克带着装甲车过来了 远远的,就早早就跑了 因为跑完就来不及了嘛 所以呢,也有跑了的 跑了的呢,就是因为乌军最初的作战目标 是攻占那块阵地,跑了的,乌军也就不追了 当然,如果追的话,也不是用坦克装甲车去追 而是用无人机去追 用炮去追 就是说,一路上 敌人也是等于尸骨雷雷 战场,还是像以前那样的血腥 有些血腥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所以最近呢,我给朋友们分享 打地鼠的比较少了 我觉得呢,这有两个原因嘛 一个呢,我自己觉得 我也越来越心软了,看不下去了 其实俄罗斯人被打死,我也觉得 怪可惜了 另外呢,就是 这个平台好像融融度 现在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所以呢,就是 我呢,尽量也照顾平台的感受吧 这个平台不仅仅是 国内的西瓜头条平台 还包括国外的YouTube平台嘛 等等等等吧 这就是战场的一些情况 那战场外面后方的情况 也要给朋友们聊一聊 后方呢,就是我们聊聊普里格金吧 普里格金可能以后一直有话可以说 这个人是咱们 有些人如果说脱口修的话 如果不怕禁忌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它拿来 聊一聊 他现在不是从前线撤到后方去了吗 他在后方干什么呢 他自己玩自媒体呢 他呢,玩自媒体可不是为了赚钱 有些人在我的频道上 经常给我留言,问我怎么样通过自媒体赚钱 我给他们说的是 自媒体现在这个时候 是赚不了钱的 因为你做不到top 做不到头部 自媒体跟其他的行业一样 只有头部才赚钱 而其他的行业呢,你即使不是头部 你养家糊口问题不太大 但是自媒体 你如果不是头部 你如果订阅没有那么五十多万的话 我指的是你的粉丝 没有五十多万的话 你可能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 所以就是凭着自媒体发家致富 大家就别想了,断了这个念头吧 做自媒体呢,就是差不多跟普利哥金一样的 就是你赚了钱了以后 像我这样的 就是有其他的渠道,你养家糊口 自媒体只是拿来玩 这呢,你可以做做自媒体 完了,赚了个三瓜两枣 你也觉得没什么 不赚嘛,你也觉得没什么 就是这样可以心态平和的去玩自媒体 普利哥金其实 当然他的自媒体是他的重要资产 他要发声,他可能要当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嘛 他就跟美国的那个前总统川普一样的 川普就是通过推特 因为主流媒体都不待见他 现在这个普利哥金就跟川普有点像了 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不待见他 他呢,就自个儿玩媒体 昨天我看了看他的一期视频吧 他的这个演播室相当相当的简单 就跟我家里这个差不多少 后面什么三脚架 打沙袋,他可能也喜欢这个体育吧 因为毕竟他是玩军队的 玩枪的嘛 地上铺的就是一般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喜欢铺那种泡沫地垫 有时候养宠物的人也喜欢铺这种泡沫地垫 保护他的地板 因为小孩的话,你铺上泡沫地垫 小孩跑的时候摔倒了,他不会把小孩摔坏了 就是人走在上面,他也是等于隔潮气嘛 他的泡沫地垫呢 主要有两种颜色 一种颜色,像我帽子的颜色,蓝色 比我的帽子的颜色更蓝一些 一种颜色是黄色,就跟我的衣服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的 主要的这个颜色,在视频里头的 就这种两种颜色 这里头你就能够看到 他心里在想什么了 那言为信心嘛 他嘴里还说什么的呢? 我们也要聊一聊他嘴里说的 他就说,俄罗斯人 你们要改变一种态度 就是不要轻视 人家乌克兰人 不要觉得乌克兰人就是 你就跟你是一样的人 乌克兰人是独立的人 乌克兰人打仗也是相当的厉害 相当的勇敢,相当的智慧 尽管现在 两国因为处于交战 乌克兰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这个敌人是相当相当的难缠 你如果小看他,你就要吃大亏 他当然说了很多很多其他的 我就不聊了 我只是聊他 从内心深处 他是佩服乌克兰的 甚至乌克兰有一种复杂的爱在里面 这有点 就是我用这个字眼 爱啊 让我自己多少也有点不接受 让我自己多少也有点接受不了 你不能拿炮弹,你不能拿炸弹 你不能用收割乌克兰人民的 生命的方式去爱他 但是呢,他通过这么一个过程 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因为乌克兰人也收割了他手下的很多人的生命 在血与火的过程当中 他体会到了 乌克兰人的顽强 跟乌克兰人的 作为人的伟大的一个方面 这可能也会使 普里格金以及他的追随者 以及一大批原来执迷不悟的一些俄罗斯人 能够让他们有所醒悟 或者是让他们原来 僵化的这种思维有所松动 这个呢,也可能是普里格金 给这个时代多少带来的一点点贡献吧 这个呢,以后我们会继续关注 接着我们聊其他的话题吧 我们聊塔利班 今天早上给朋友们又分享了一小段视频 就是塔利班向伊朗边境增兵的 昨天给朋友们就说了嘛 塔利班这次打伊朗 其实你说它两国冲突都是因为水源 那水源在哪,水源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塔利班想给伊朗给点就给点,不给就不给 其实伊朗是处于下分,处于吃亏的一方面 论说,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应该说伊朗打塔利班才对 但是呢,现在反过来了是塔利班打伊朗 昨天我们看到塔利班用那么多摩托化的一些设备 主要是装甲车 还有那个大卡车拉着他的炮 拉着弹药,弹药整整齐齐的那个箱子 看上去也是相当相当的恐怖 他们的指挥官说他们一天内就能拿下德黑兰 你别说一天拿下德黑兰了吧,德黑兰我们先不说 你就打下伊朗的一个神 那也够伊朗吃一壶的,那就能够动摇伊朗的统治基础 伊朗的上层,他们的领导 他们的威望就会一落千兆 伊朗境内的老百姓可能就会响应 可能伊朗就会天下大乱 所以呢,这也是一场好戏,我们等着看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就聊一聊 要用吧,就是移民留学这些事 有些朋友在这个视频评论区留言 问我,说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怎么样 他孩子想去在那学法律 我回复的是什么呢,就是 在北美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法学这个专业 就是说,一个大学能够开设法学专业 通常这个大学是相当相当好的大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像在蒙特利尔也有好几座大学 但是,通常人们提到法学跟医学两个专业 基本上就是使的是两所院校 一所是麦基尔大学,一所是蒙特利尔大学 一所英语大学,一所法语大学 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上过的康考地亚大学 他可能就没有法律跟医学这两个专业 他主要是工科,还有艺术科,还有经济科等等的 他主要是偏向实验的 就是说,一般有法学的都是比较老一些的学校 就是这么个情况,它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你如果考个律师的话 你就是通过自学考试 完成了集门课,完了你再考一个资格证书 你就可以当律师 但是在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美国 可能英国也一样,欧洲也差不多吧 这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你不大可能通过自学 来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 我刚来蒙特利尔的时候 参加过一个新移民的讲座 有一个律师,他就说 他在国内是法律的大学教授 还带着研究生来,带着博士研究生 他移民加拿大之后 他为了从事律师这一行的工作 他就必须回到本科 去把本科规定的那些学分给修够了 然后才能够考律师 就是说,你至少把本科得上调 你哪怕你在国内申请了 加拿大的法学的研究生 那也不行,你如果想当律师的话 那你也回头再把本科的那几门课上调 就是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本科吧 那你说国外就真的没有人 没有大学本科的法学教育背景 然后就当律师的吗?也有 那是什么人呢? 那具体我就说不出了 我经常看美剧,还是给朋友们聊美剧吧 美剧里头有一部非常出名的 非常好的一部美剧 叫做《绝命读诗》 《绝命读诗》播出之后 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没有完 然后呢,就要求这个剧组再续 续的时候,它就延伸出来了好几个剧本 好几个美剧 其中一个就是《分骚律师》 那个《分骚律师》 那个主角啊,他呢 就差不多就自学成才 在律师事务所打工的时候,打杂的时候 自己学会的,脑子也比较灵光 但是尽管他律师业务能力相当的强,但是律师行业 还是把他拒之门外 正常的这个官司,正常的这个业务 还是不要他,就是一直没人要他 他才去给黑帮当律师 黑帮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操作 让他能够在法庭上发言 所以他给黑帮办了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他底下要做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嘛 另外,我再说一说移民专介吧 昨天一个朋友聊了这个老金嘛 就是金骏先生 金骏先生,他呢,是跟一些律师 还有其他一些做文案的 他们做一个团队,他呢,主要是负责市场开发这一块 沟通这一块,就是他交流完了 完了他呢,就把你转到 就是专门管法律的那些人给你具体办 就这么个情况 我就说一说这个行业 就是移民顾问这个行业 移民顾问这个行业,在我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就是说你只要在加拿大上一个专科 也就是学院,college 就可以了 那时候有不少college都开设这个专业 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去上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这个自媒体也可以了 我自己当移民顾问就是相当相当好嘛 当然我也有些性格方面的不合适 因为我做事比较粗糙,我是个粗线条的人 这些呢,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视频里都能够看到 你看我做文案,怎么做呢? 我就是这么一点小纸 写上那么几个词,就大概提示一下 我都从来不写长篇的文章 当然我是在写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那时候情况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呢,就是照顾不到 但是你要做移民顾问 你经常给人家办事情 你要非常非常的敏感 心要非常非常细 就是能够咬文绝字的 那个程度才能够行 我们再接着来说这个自制吧 就那个时候啊,人家就是说 你上一个college,差不多上两三年 你就可以去考一个移民顾问 然后呢,你就可以吃这碗饭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必须上一个本科 而且呢,你必须上法律 就是我前面,不是回到前面那样嘛 就是你,你得上一个本科 差不多考一个律师 就是只有上了这个法律本科的 才有资格做移民顾问 当然了,你考了移民顾问之后 你自己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case 你只做 那个涉及法律那一块 其他的市场啊,沟通啊,还有文啊 等等的,你就可以掌握你的秘书 可以顾一个像老金这样的 就是 沟通能力比较强的 这样的一些人,组成自己团队 然后就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吧 那我再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吧 我未来有没有可能 自己来做这个移民顾问呢 我觉得不可能 我呢,就是,虽然做视频 好像是说的头头是道 但是跟人交流,我还是有 我自己的这个缺陷的 就是有点短处的 别看我原来是 翻译是靠这张嘴来吃饭的 但是那也是主要是表达别人的思想 而不是我的思想 好了,那今天就先留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